好 另一個焦點 我們持續來關注 花蓮強正式重創了泰魯閣 繼昨天巡獲了游行一家五口的遺體之後 目前失聯的人數還有三人 包含了新國夫婦 那家屬在今天也來到了搜救隊現場 要了解一下救災的狀況 改把時間交給舒寒 好 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 在花蓮泰魯閣沙卡當步到的最新搜救情形 搜救情動今天來到了第八天 目前失聯的人數還有三個人 昨天有新進展就是已經巡獲游行 一家五口的遺體 現在都已經送到了殯儀館 不過在失聯的人數三人 其中就包括了新國夫妻 以及一名是在中和礦區的一名工人 那在今天稍早的時候 新國夫妻的家屬也是來到了搜救隊 那我馬上帶您聽一段 朱長的追星回應 希望我們進去有幾個點 他們覺得有機會的地方 我們剛剛也在裡面研判了 也排除了一些事項 然後今天的重點的話 我們一樣分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還是在0.5K 重型機具的話 我們會希望把整片的攤方 我們把他全部整個再排除一次 排除掉的話 我們那邊就可以整個請募結束 然後就是往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一犬六人 我們會到家屬希望讓我們去查看的地方 他是希望讓我們到沙卡湯的瀑布 也是就是在大水管封閉的後面 那邊的話他說也許有就是 他家屬可能會到那邊去欣賞風景 所以希望我們過去查看 然後還有就是第二崩閉 我們也會在那邊再重新搜索 讓犬隻啊 還有我們人員直接在現場 直接在搜尋一遍 是的 這是今天大概的我們的任務 可以聽到今天主要的搜救 重點有兩個 一個就是在0.5K的封閉處 目前是以重機組進行 在開挖藥來進行進一步的搜索 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在1.8K的大水管處 那今天出動的人數呢 就是六個搜救員 以及一隻搜救犬 那家屬也表示呢 希望可以到沙卡湯布到大水管之後呢 來繼續進行找尋 那這個隊長也說 也希望能趕快找到 這個新國夫婦 也讓家屬能安心 那以上這位長龍最新 先進頭 講破內 好了 目前天王新大樓 是暫停拆除當中 因為頂樓還有多隻雞受困 好消息是在今天早上 終於是抓到了其中一隻 趕快帶大家來看 日前花蓮發生7.2強震 地震當下呢 不少住戶呢 是急忙逃生 許多四族呢 是來不及將家中的寵物帶出 只盼呢 出現奇蹟能重逢 而日前呢 天王新大樓拆除現場 除了發現貓咪 九樓也捕捉到 居然有雞群在瓦礫堆中穿梭 還悠哉的在陽台上散步 而今天也傳出好消息 抓到其中一隻雞了 是怎麼抓到啊 他自己跳到比較低樓層 我們把他趕下來 然後抓到 OK 進來喔 進來喔 來 進去 好 好 好 知道你很快樂的進去 吃了 救難隊員呢 也趕緊送上食物 餵食餓了好幾天的雞 而日前呢 才有民眾不忍心看到 這些雞群們受苦 於是呢 叫了外送 訂購了小白菜 地瓜葉等蔬菜呢 請外送員送到現場 請記者呢協助空投 給大樓這些雞群的一些食物 而目前呢 天王新大樓呢 持續進行拆除呢 預計呢 要在兩週內呢 完成拆除作業 以上釀金情況 把鏡頭講很好 那住戶康老師 他是不幸罹難 而他的愛貓妞妞 今天清晨五點的時候 是現身在七樓 因為肚子太餓了 爬上了幼捕龍 那想要吃放在籠內的食物 可惜的是幼捕龍的門 並沒有打開 據為什麼門是 被關上的呢 有網友就表示說 應該是大綱羊 加籠子放到七樓的時候 在放下的時候 震動到了 所以籠子的門 才會關起來 而如果今天貓咪 是再不進去 這個幼捕龍的話 拆除工程 就要繼續的進行 所以這個是 最後的救援機會 不過有康老師 有人就透露說 老康老師的貓咪呢 其實他叫做貓咪 但是因為他生前 會拿一個叫牛牛的玩具 去逗貓 所以家屬找貓的時候 才會呼喊牛牛 結果讓媒體誤會貓咪 叫做牛牛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和牙齒筏的準備好 這邊是疏歪的 我不喜歡 學習系統 在台灣 不喜歡